妈妈很爱你 很爱你 很爱你 好 不会 我妈妈会坚强 一定一定 一定会等你回来 怎么终于听到你的声音呢 妈妈很舍不得你痛 你要加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真的 我觉得大家几期真的很有用 真的 而且我儿子真的 他在第一时间 他输出竟然是在关心我 那我跟他讲说 你放心 他们都已经被抓去了 已经会延办他们 我相信 十百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对 我一天晚上才有时间 在媒体上或是说在讯息上面 看到了目前警方所做的一些动作 那我真的非常感到很欣慰 而且我也愿意再相信 是警方一定可以 帮助我儿子 逃回他刚有的公道 而且我也非常感谢警方 他目前所做的努力 那我跟儿子说 你放心 警察一定会帮你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找个公道 对于事后 是不是会受到一些报复 也是非常的担心 那如果司法真的是 能够还我一个儿子的公道 那我觉得这些 从凶到头的人士们 以后应该不会再那么嚣张 市长都一直在我开始在关心我 非常的感谢他 这个恢复这么快 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那最主要 我觉得 最主要的是说 他送医速度来得更快 你觉得他评估他大概什么时候 可以出甲乎病房甲的方式 我们一期大概 星期一的时候 我们都会长出来 那接下来的这些物件啊 包括营养啊 还有精神科的整个 都会突出的展开